投资 原来签好的阿贵嘛 2009年上下来 大部分银行判刺的 我没有钱不能支持你 很好的项目 但是如果把钱给你一年两年以后回来 那时候我活着不活着都不一定 要保自己先活下来 那么不能给你钱 然后呢就拼命的逼看 只要你借了钱了 你得还给我呀 到期了 我不能给你延期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一个大问题 零售商到了美了 所有的Dulibro Electronics 它的总销售量的35%到40% 都是在Christmas CC的这上发生 可是数次告诉我们 就在这段时间之内 高档采电的销售量 在美国下降了40% 汽车销售量大幅度下降 伏特下降了40%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零售商的仓库里面堆满了大量的彩电 没出去 他们是前流动资金实际上银行界的 银行到一月底二月初一定逼债 否则银行活不下去 那么它从什么地方拿起来 就蔓延出去 不仅仅蔓延到商产部门 还要蔓延到零售部门 那么只要有一家银行破产 那么像这家银行有业务和投钱 存钱的这些企业和个人全部转进去 那么一家银行就会转到第二家银行 这就是有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 它正在一家一家的往前推 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我们不知道 这个多米诺骨牌会导到什么强度呢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 流动性丧失会把整个经济摧毁 要修复它 那么政府就不得不起来承担主要的作用 那么就注资嘛 就往这个金融系统里头c钱进去 你没有流动性你不到15%吧 我给你 把你放到15% 让你有信心继续放贷 千万不要去逼贷 千万不要去把那些企业搞破产 那么注资理论上是对的 问题是钱从哪来 那么现在我们调过来讲 就要看一下 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日本在1990年 89年到90年 炮过经济崩溃 就带来了银行系统不良贷款 大幅度上升 最高上升到14% 那么日本遭遇金融危机 日本选择了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印钞票 我大量印钞票给你银行一塞 不解决问题吗 那么大家说那个 政府把钱放到银行是怎么回事呢 Binet提供的版本说 可以啊 我注资 然后说我持有你的股票 持有你的股权 看你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折合股份 那么这么一来 马上就有人攻击Binet 就说好啊 你这么一弄 这个USA呢 有个新解释了 叫做United Socialist America 你不成了国有银行了吗 那不跟中国的情况一样了吗 你注资的结果是 你持有了大部分的股票 这银行归你了 那就走回计划经济 中国在明年经济 向市场化过渡 没想到美国又回去了 这个注资这个办法 你那不住怎么办 政府不住谁能救得了 这么大的银行啊 是吧 日本当年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日本怎么办呢 日本的Manufacturing制造业 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每年有大量的顺畅 所以日本是有钱 所以日本政府一想啊 好 我注资 因为我政府现在还有很高的 还有Pax revenue 还有这个Treat Stockhouse 所以日本先后八次注资 满足银行体系 1992年到96年 动用了60万亿日元 60万亿就相当于5,170亿美元 大家注意 Benet提出的方案 更多华 我们就在是 买到4,5公斤的 那是 有